这是农村里最普通的一种植物 蚕豆 也是云南人 穿天里最常见的蔬菜 像精灵一样的蚕豆 悄悄地躲在叶子下边 只有像我这样 有着四年 摘豆经验的人 才能快速地找到 并分辨出 他们是否能摘 太嫩的 豆子太小 太老的 不太好吃 差不多够了 回家 我妈喜欢吃皮 我喜欢豆子 所以 我妈只管皮的部分 撕去皮脸边的丝 为了更容易煮它 洗的时候 用手游到半熟 到开水里 煮二十分钟 而我包豆子 就比较麻烦了 摘下它的黄瓜 脱下它的皮衣 我就得到了一个青蛙 我说服了我妈 跟我一起 当我们得到 一碗青蛙的时候 我妈的皮也煮熟了 用一点油 把老蒜炒香 倒入煮熟的豆子皮 炒拌均匀 就可以了 而我 用我妈的洗锅水 切点面菜 再倒入豆米 高低来点盐巴 起锅 别看着简单 这可是地道的云南菜 我三下午除二的 就干了一大碗饭 嘿嘿